首先呢很多人都好奇說 為什麼我會拿到這組照片喔 那其實它的起因是因為媒體無法刊登 那所以我拿到的其實不僅是八張照片 還包含了媒體已經完成的一個稿件 但是因為種種的原因 不管是自我的審查 或者是高層率的施壓 是哪一個我不知道 但總之呢最後是沒有辦法刊登出來 所以才在媒體之間輾轉流傳 然後呢我拿到了 那什麼時候我們的媒體環境 變成是對於當權者的監督 必須要自我審查 甚至受到壓力只能另找管道 這幾年來媒體被噤聲 靜若寒蟬的困境又是因誰而起 那第二個部分是我在拿到照片之後 看了完整的原本應該要出刊的報導 那我以有沒有公共討論的必要性思考 是否應該要揭露 陳時中他身為台北市長的候選人 那競選台北市長 我是市議員的候選人 我認為我有責任要跟義務要監督 競選台北市長必須要受到最高度的檢驗 無論是公開的形象或是思想 那都有一定的道德要求 因此我所提出的質疑是在選舉期間參加高級場所影驗後 疑似微醺的狀態 對同場的女性做出實質交扣以及樓肩的行為 是否得宜 以及陳時中過去是否有這樣的習慣 未來如果他擔任了市長 是否也會用這樣的方式來對待女性 民進黨跟陳時中大可以說 這沒什麼 這是我們的日常 這是我們的文化 並且明確告知大眾自己未來不會改變 他跟女性相處的奮計 未來擔任市長以後也會依然顧我 只是這樣子的價值觀跟我個人的差異非常大 所以市民朋友可以透過這些資料跟證據 來判斷陳時中的行為是否得宜 透過選票來判斷 那再來10月6號當天的下午呢 陳時中他才去看了流麻溝15號 根據他在辯論會上的說法 他的心情很激動 他無法平復當天幾乎要落淚 然後晚上就參加了親綠文化界大佬及企業家的高級聚會 下午民主晚上紅酒 到底哪一個是真正的陳時中 那麼最後我所有的討論只針對正在競選的陳時中 並且提出的是具體的證據 也就是照片陳述事實 並未評論其他人更沒有影射或是人身攻擊 至於賢豬手術我個人看完這局照片 以及這些所謂的沒有辦法被刊出的 媒體描述整個過程的我個人的主觀評論 那如果他們認為是抹黑 認為我的文章當中有任何不實的地方 歡迎來提告我 整體來講就是說綠營高層用這樣的影射的話語 坦白講大家都是媒體人 媒體第四權在現在還可以被壓制的嗎 大家問問自己會不會被壓制 如果你覺得有報導的自由報導的需要 你都會去報導出來 所以委員用這樣的影射的方式 我想確實是不應該 大家要趁身量也不需要這樣子 那整體用八卦追蹤 幾乎已經到了根騷的一個情況 我覺得這都是不對的 部長提到說 余會的都是多年的好友 但是國民黨今天就徐曉星 這也還是緊咬說 為什麼多年的好友可以到牽手搭監 那據我們了解是不是這個 副院長是您的學妹 可以請部長幫我們說明一下嗎 如果要這樣子講的話 我還是要甚正問說 你沒有跟人家牽手過 每一個人都有 大家有適當的一個社交場合 那是一個公開的場合 大家有適當的一些表達 自己的一個相關的一個禮貌 或者大家交往熱絡的一個情況 這都互相要尊重的 我想這個維廷 還是某一位市議員先開始的 維廷本身當然不對 可是維廷試圖要關說 那是更不對 整體要來看就是說 當然這裡面 有時候真的司機 在停車的時候不小心 那這都是不對的事情 那該繳罰單就該繳 但是維廷裡面對政治人物 其實更不對的一件事情 就是試圖去關說 把它當作一種社會的事件 甚至給當地的警察一個壓力 我覺得那才是一個 我們在討論這個事情的一個本源 但是我還強調 只要有違規 那就照著依法行政就好 那我覺得如果有違規 我還是覺得很抱歉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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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